连涨了11个月 这股市究竟什么时候才会下跌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共同时期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2月17日星期三 我是麦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上 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在过去已经连涨了11个月的全球股市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下跌 那么相信大家呢 这个对于去年的疫情啊 还是记忆犹深 当时去年2、3月份 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呢 股市是经历了接近于40%的下跌 那随之而来的话呢 美国以及全球的各国政府和央行呢 是纷纷采取救世政策 硬钱的硬钱 降息的降息 全力呢 是把这个股市 不管是 应该说是这个金融市场 把它是催起来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背后的道理 我之前也说过好多遍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呢 全球的疫情呢 是非常的严重 加上实体经济呢 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因此在这个时候 整一个社会 整一个全球的这个民生 包括呢 投资者的信心 最后的一根稻草 那就是呢 股市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股市也垮了 那么对于全社会 包括呢 这个 整一个之后啊 疫情结束之后的恢复 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5到10年衰退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各国政府呢 是非常果断的 印出了天亮的钱 光是美国去年一年印的钱 就是过去20年以来的 接近于20年总和的 四分之一 换句话说啊 它是过去的 这11个月时间 印了呢 几乎等于4 5年左右 这个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 随之而来 我们也看到呢 资产泡沫 也马上行程 实体经济没有恢复 企业有一些还没有盈利 但他们的股价 却马上开始回升 并且呢 随之而来的话呢 由于是接近于零的利息 各国的房地产市场 也快速恢复 在目前澳大利亚 悉尼和墨尔本 甚至于出现了 异房难求 一上市就被人 抢够一空的情况 所以这种事呢 其实呢 应该来说 是人为的 或者是政府 故意希望这么做 因为他希望借此呢 能够增强市场的性向 但是大家也会想 都已经连涨了11个月了 难道就不会回调 难道就不会暴跌吗 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呢 很多朋友都会想 按理说呢 一般是涨一两个月 就应该有一次回调 这已经涨了11个月了 是不是应该跌一下 或者说暴跌一下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跌完全有可能 但是暴跌或者是崩盘 那几乎来说 在疫情控制之前 是不太好 这就像一个笑笑板 如果疫情严重 那个时候就需要呢 这边压下去之后 那一边就需要很大的利息 把虚拟经济 也就是我们说的 股市啊房地产啊 这些炮给它打起来 那如果什么时候疫情得到控制了 这个时候或许就不需要这么强大的 或者说呢 印这么多的钱 利息压了这么多 而这个时候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将会是回调的一次开始 但注意 我说的是回调 并不是分盘 并不是大电 因为这次疫情 估计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到2019年 因此在两到三年之内 刺激政策依然会持续 只是力度不会像2020年这么强 降息可能不会再继续 但是较低的利息也依然会维持 换句话说 水还得继续放 只是水龙头的大小 得控制住 所以说 大家如果关心什么时候会下跌 或者说股市会回调 很大程度上 有可能就是在各国政府 疫情控制比较稳定之后 开始关小或者是关紧水龙头 这个时候 我预计股市将会有一波 比较正常的 也是为了将来有更高上涨的 一波合理的回调 什么叫合理 就是跌幅控制在10% 最多不能超过15%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中的 热门话题部分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4分钟 多零 我以后 快点 MICHELLE 辈线交易 等 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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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